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日凌晨國際友誼賽繼續,西班牙為主場迎戰北愛爾蘭,西班牙實力強勁 年輕球員好多,衝擊能力亦好強,面對藥隊北愛爾蘭,西班牙應該會贏球 在經歷2018年至2012年的巔峰期後,西班牙亦逐漸進入新老交替時期 來到這輛歐國盃,他們聲味不足,但振用結構合理 對內有耶馬、盧比斯多位年輕小將,亦有摩拉達,拿了費南迪斯這些經驗豐富的球員 同樣西班牙都是奪冠熱門,五歐國盃開始之前,友誼賽很重要 球隊可以用來幫助球員調整狀態以及演練技術等等 西班牙絕對是體重的一方,有利的是上將友誼賽 面對安道爾,西班牙表現出色,五球血勢對手之餘 奧耶薩巴亦上演武子氣法,更再面對實力不如自己的北愛爾蘭 相信西班牙應該可以贏球了 北愛爾蘭方面,目前世界排第73位 比排名第8位的西班牙落後65位,雙方差距較大 加上北愛爾蘭歐國盃外圍賽表現差,小組賽10場只贏3場輸7場 最終只有9分,排在隊內第5 其中一個困擾他們的問題就是他們進攻無力,坤場入不到一球 另外,北愛爾蘭今期球員名單中,效力五大聯賽球員比較少 多數都是打英格蘭次級聯賽,質素有限,所以金獎作合 北愛爾蘭不義高估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 我們下條片 各位朋友,請看 我們的影片 請示範 打英格 特別加油 成功 感谢观看